从84篇进入了新的这样的段落 之前进入了可拉后一的时候 可拉 可拉我们看到最早是在出埃及 当时他们可能是背叛摩西 但是遭到神的审判之后 并没有完全灭绝 后来我们看到在大卫时代的时候 大卫安排他们在殿里管理歌唱的事情 也就是说像圣诗班之类的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只是说到可拉后一的诗 类型就不一样了 之前的诗更多的是描述 以色列被掳 圣殿被毁 整个国家面临着灭亡那样的光景 但是可拉的诗却似乎不同 我们也不晓得诗篇的作者 究竟出于什么逻辑这样安排 它并不是完全按照历史发展的事件 这样的时间顺序来安排的 那么我们看到从这里开始 84篇开始 似乎诗篇的氛围就完全发生了变化 84篇我们大体根据它的文学的内容和安排 我们大体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构 第一段一节到四节 就是描述了可望万君之耶和华的愿语 然后第二段 B就是五节到七节描述了朝圣之旅的福分 也就是这些 然后第三就是八节到九节 是祷告求神赐福于王 然后诗歌的赞美 就是称颂神的内容 十节到十一节 最后十二节是神的赐福 那在这里面这个诗篇既包括类似于哀歌 又包括祷告 又包括赞美家的内容 那么我们就追随着这个文脉 一部分一部分来看 首先看第一部分 可望万君之耶和华的愿语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诗篇呢 整体上有三次出现这个万君之耶和华 万君之耶和华 神啊万君之神 特别是首尾呼应家的内容 依靠那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诗人先说 万君之耶和华 呼求神啊 你的居所何等等美 我们所 我所 我可慕可想 我羡慕可想 耶和华的愿语 这里面重复出现了一些圣殿的词语啊 这是居所 然后愿语 然后祭坛 等等这样的内容 那居所呢 这是就像就是神的殿啊 圣殿或者是会墓 但是这里面既然说到月语祭坛 可能是会墓或者圣所在西安山的时候啊 那居所呢 象征着神的住处 立明的地方 象征着神的同在啊 所以诗人在这里呼喊万君之耶和华 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他心中切勿神的同在 我心 我切勿 我可想 耶和华的愿语 愿语和居所又有差别 愿语是礼拜的场所啊 一般的百姓在愿语里面礼拜 那居所呢 是会墓吗 或者是圣殿 大祭司才 祭司们才能进入圣所 一般百姓是进不去的啊 所以他们渴望神的同在和礼拜 那渴望 渴慕 渴想到什么程度呢 我的心肠 我的肉体 向永生神呼吁 这里面说我的心肠 那犹太人他们将自己的心肠 是代表自己的情感所在啊 然后自己的肉体 实际上就是 虽然是提到了自己部分的器官 是指全人的意思啊 我整个人 我的心 我的肉体 都切勿神 我整个人切勿神啊 万君之耶和华 我的王啊 我的神啊 在你的祭坛那里 你看这又提出圣殿 圣所的这样的器具啊 祭坛那里 然后在这里面说到 麻雀为自己找到了房屋 燕子为自己找到了 报处之物 其实有的时候 旧约里面 先知们描述圣殿荒凉的时候 也用这样啊 什么殿里面充满了杂草啊 牲畜在那里 筑棚啊 鸟在你垒窝啊 当然这里面 我们根据这种氛围呢 不是这种啊 他重点是强调形容连麻雀小燕子 这种小鸟上都在上帝的祭坛那里 在殿里面找到了房屋 安身之处 栖息之处 鸟一般找报处的地方 都是找最安全的地方 他自己觉得安全的地方 在那里可以安心 下蛋 浮处 所以这个殿里面 形容了一种非常祥和 安稳的这样的光景 连小动物 小鸟都找到了 这样的麻雀 买两个送一个 耶稣讲比喻的时候 这种小的麻雀 尚且在这里面 更何况我们呢 如此 所以他讲麻雀 重点是讲到人 如此 住在你殿中 前面是住在你殿中 祭坛那里的鸟类 非勤 然后在这里面 住在你殿中的 便为有福 他们要赞美你 所以我们看到 一解到四节里面 充满了世人 对上帝的圣所 上帝的殿 上帝的粤语的切勿 他渴望神的同在 他渴望敬拜神 他渴望在神的殿中居住 这里面表达了一个 真正礼拜者 一个真正信仰人 所有的内心的 这样的光景 那样的状态 紧接着第二段 朝圣之旅的祝福 然后五姐开始说 靠你有力量 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 这人便为有福 他们经过流泪 什么行走 等过全国 这就描述了 以色列百姓 朝圣的这样的 一个场景 之前我们谈到说上行师 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 耶路撒冷圣殿 西安山 它是在这个高地上 犹大高地上 在这个高地上 所以周边的百姓 每当上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一般是都说是上耶路撒冷 因为海拔的缘故 从低处向高处 而且律法里面规定 以色列百姓 一年成年男子 一年要至少三次 到圣殿礼拜 朝见神 守三个大的 重要的节旗 要三次朝见神 所以每当他们朝见神 无论是他们住在 巴勒斯坦地区的各地 还是在稍微约旦河东 或者是更远的地方 当他们去朝见神的时候 这个旅程一边走 一边上行 一边唱诗 那这个路途 其实某种程度 是非常艰辛的 经过各种山谷西河 那种路并不是很平坦 但是他们却靠着神 心里有力量 心中他们切望着 那个西安的大道 然后他们经过流泪谷 虽然我们无从查考 到底这个流泪谷 称为流泪谷 到底是什么谷 在哪里 然后叫这个谷 变为泉远 那因着人的这种状态 他们所经历的 这些山谷艰难 反而随处变成了祝福 说到这些人 不惧艰难险阻 他们心里面 处在蒙福的状态 所以他们所面对的艰难 其实在他们心中 就不再是艰难了 反而成为祝福 秋雨之福 我们中国人呢 常常用这个做诗意 秋雨 春雨 秋雨春雨 这是巴勒斯坦地区 是气候和地理的缘故 秋收之前 来一场雨 是非常神的祝福 像我们说的瑞雪 赵丰年 类似于这样的光景 布盖全国 然后他们行走 丽莎加利 各人都到西安 西安山 西安城 西安城 神的殿 都在西安山上 在朝见神 因为那里有神的居所 因为那里有神的粤语 那里有神的坛 那里有神的同在 神的百姓 他们切切地渴望朝见神 渴望神本身 于是他们在朝见神的过程当中 向着神踏上礼拜的路程当中 他们已经开始了礼拜 因为真正的礼拜 虽然有内心的真理和圣灵的作为 使我们真正以虔诚地敬拜神 我们说的真正的敬拜 是发自内心的 人们真正认识神 照着神该受的尊崇 去尊崇神的时候 照着神该受的敬畏 敬畏他的时候 这就是尊荣神 敬畏神 照着他该受的尊敬 那个重量 那个分量 照着他配受的这个分量 当有的价值 认可他的价值 这就是荣耀神 那礼拜呢 是告诉我们具体的 以某种形式 当然是发自内心的 按照神所喜悦的真理的要求 去献上这种群体的 或者个体的礼拜 那么在旧约的处境当中 当然上帝给他们 限定了很多礼拜的日子 比如说安息日 各种大的节期节日 然后去朝见神的时候 虽然路途艰辛 但是他们心中切勿 神 渴望神 再遥远的路程 再艰辛的环境 也不成问题 因为他们心中切勿着神 在这方面 我们可以找一个 旧约当中类比的事件 与之相类似的事件 就是雅各 雅各因为爱拉结 结果被他老丈人拉斑欺骗 把丽雅先嫁给他了 所以他不得不为拉结 再服侍七年 圣经描述他因为爱拉结 就看七年 就很短的时间 所以这种心中的切勿 使在我们看来 人生当中有几个七年 但是他因为爱拉结 这个七年 在他来看 就不算长 很快就过去了 那种感觉 实际上就是这样 我们人是一种 灵性的存在 人不只是 具有动物性的身体 人还有理性的灵魂 上帝造人的时候 人最高贵的 虽然不意味着我们基督教贬低肉体的价值 因为毕竟是神造的 某一部分神的形性样式 也在神的肉体 我们的身体上反映出来 透过身体反映出来 但是真正人尊贵的地方是因为灵魂 所以当一个人没有灵魂的时候 就是尸体 所以那灵魂里面赋予我们理性 赋予我们神的形象 所以人的灵魂就不满足于 实际上也不靠 不靠地上的食物得以满足 身体需要 但是灵魂需要更高的价值 更不朽坏的来满足 那就是神自己 那就是神的话 神的灵 我们在新约的角度 基督是我们真正的满足 透过基督认识三星上帝 基督里所应许的那个生命和救赎 那个平安 是人不可或缺的 上帝造亚当的时候赐予那个生命和气息 赐给他礼拜的特权 代理权 治理权地 他手中的工作都因着神而有价值 他自己也是因着神而有价值 上帝造他有分明他的计划和意义和目的 上帝赋予他的使命分明有上帝的目的和价值 所有的价值根本是出于神 所有的存在出于神 也是靠着神 价值也一样 任何事物本身 从某种意义来说 本身是不具有价值的 除非上帝造他的手 赋予他价值 于是人在良心当中 随着认识神 明白神的旨意就认定了 就肯定了上帝赋予某个事物的那个价值 离开神任何事情都没有价值 连人也一样 离开神 人就成为地狱预备的甘草和柴鹤 那最终毕竟被神的愤怒和烈火所折磨 那么在这样的光景当中 人真正渴慕的是什么 原本就是神自己 但是亚当在那种状态当中 不再以上帝为中心 偏离神 他以自己的想法 以自己手中的劳作事物本身 甚至他错误地将自己的满足和价值 完全赋予指望在那一个被造物上 这就是最致命的问题 人类历史上最愚蠢的事情 这个愚蠢是历史历代不断地重复 就是人试图离弃真神寻找满足 人离弃真神在神之外寻求意义 人在神之外寻求价值 在神之外有很多被造物 这个被造物包括那个善恶果树的果子 那个果子好像本身有什么意义价值似的 吃了那果子便有智慧 或者得到满足 悦人眼目 或者是从自己里面寻求价值 自己就赋予某个事物 那个果子有特别的意义 所以催促人就需要追求那个 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 所以伊甸园里创世纪三章里发生那个堕落 一节到六节虽然是简短的六节经文 但是却将人这种存在 人类所有核心的真理都包含在里面了 人的所有的上帝创造的目的 人原有的尊贵 以及人今天痛苦致命的性质 都包含在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 一切都从伊甸园开始 祝福从伊甸园开始 咒诅也是从伊甸园开始 因为那里面我们人背叛了上帝 今天我们要反思 我们人真正的价值 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虽然我们人有诡诈 我们可能也伪装成信仰 好像打着信仰的名誉 好像是在侍奉神 或者是为着神的名义 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们内心当中 真正的是不是在侍奉神 真正的是不是从神的同在 和神自己那里寻求真正的满足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 必须要在神的面前 活着的时候 有气息的时候 不得不留意的事情 不得不时刻郑重地去看待的问题 不得不反思的问题 我们从创造 我们的价值 真正的幸福和意义 就在于此 堕落是因为偏离了这个 因此我们不再幸福 没有真正的价值意义 凡有血气的都像草 它的成就也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凋系 唯有遵行主道的人 才能永恒 唯有主的道 才是永恒的 所以救赎的目的 就是要恢复这个 这样的目的和生活 我们这些所谓的基督徒 我们这些所谓的已经 借着耶稣基督蒙 救赎的人 我们如何去看待自己的人生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消费 耗费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上帝给我们摆设的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定的 是已经给我们摆设的位置 比如说你现在在公司上班 就是公司上班 当然一个人公司上班 不可能天天住在公司吧 他回到家里 他要做别人的女儿 他的别人的丈夫和妻子或者孩子 学校 学校里有学校你的角色 但是你不能总住在学校里吧 你总要离开学校吧 你的人生不全部是学生 对不对 除了学生之位 你还有别的角色 你做别的儿女 做别人等等 那我们如何发现在不同领域 而且各种本分的事情上有优先次序 有些事情我们是无法推却的 已经定了 不管你愿不愿意 有些角色既然赋予了这个角色 我们就有责任去履行 作为一个教会的圣徒 圣徒的本分 你不可能用你学生的身份 去抹杀圣徒本分的义务 那就是最愚蠢的人 因为什么我们活着就为了敬拜神 结果你把手段当做目的 或者说别的 家庭的 学校的 很多的是同时 每个人都同时兼具好多的 就像我也一样 我作为学生 我有学校的责任 但是学校的责任 我在大学的时候 已经搞懂了这一点 我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侍奉什么 结果以读书的名义去 在礼拜上打折扣 在信仰上 这个偷懒 在侍奉上懒惰 这是最愚蠢的人 特别是神学生 别的学生还不说 比起 然后再就是 第二 我现在是在教会里做牧师 那我有牧师的责任 对不对 当然牧师里面 还有中文部的责任 还有宣教部 宣教局的责任 还有什么 希尔天斯的责任 当然 那我还有别的服饰 对不对 诸多的责任 哪个都不能放弃 但是它里面也有优先次序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基督徒 什么叫智慧人 什么叫愚昧人 智慧人 是认识神 敬畏神 从而知道自己的本分和责任 然后也能捋清价值次序的人 愚昧的人是很热心 愚昧的人是很繁忙 但是他不知道 哪个是必须要做的 哪个是额外可以不做的 有些是选择 不是必须做的 你个人催眉 那是你个人的事情 那是不是必须做的 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但是你公开的 你做学生 或者是教会里面有职份的 教会里面有责任 那个是不可推缺的 有些东西可以做 今天基督徒很忙 但是很忙的原因是 给自己搞忙 所以弟兄姊妹 求主给我们智慧 这一点很重要 诗人给我们看到 他内心当中所切勿的就是神 他所切勿的就是朝剑神 礼拜神 所以他所有的经历都是 价值都放在那 因此他在礼拜神的事情上 即便路途经过西谷 长途跋涉 但是他却靠着神有力量 心中向往西安大道 他却迫切地渴望到西安朝剑神 这就是一个正常人 作为人和牲畜之间区别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人懂得敬拜神 人懂得自己的人生终极目标 人懂得人真正的满足在哪里 人懂得自己真正的灵魂的皈依在哪里 真正让你的人生不再成为草 让你的成就不再成为花 昙花一现草壁空外花壁凋谢的人生 关键是在于你遵守主的道 所以世人在朝面向西安的时候 面向神的殿雨的时候 他一面称颂一面走 甚至他们结队去朝圣 彼此唱 那样去互相勉励互相搀扶 今天基督徒有这样的生 这样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啊 上帝在他至高至上的所在 去垂顾这个地上渺小的人类 看见他们内心的软弱 他们各方面的软弱不足 但是他看见这些认识神的人 内心当中如此切勿自己 是何等的喜悦啊 比起我们远离神 愚蠢地用我们手中的作物 去把神当作偶像 去贿赂 以为上帝喜悦我们手中的工作 去拿这个工作来讨神喜悦 我们这个人如果不谋神愿呢 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 像该演献祭一样 所以切勿神 这是诗人们的状态啊 然后他们也也祷告 其实这个有逻辑的啊 他切勿神的殿余 切勿神 然后去朝见的过程当中的状态 然后他们也祷告 耶和华神啊 耶和华万君之神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雅各的神啊 求你留心挺 听什么呢 神啊 你是我的盾牌 求你垂顾 看顾你受高者的灭 这里面 原文里面实际上说到 其实受高者和盾牌 都是指王啊 诗人在为王祷告 为他们国家的王 当然那个王权 是因为有神的应许 扫罗是被废了 大魏和他的后裔 将来有一个弥赛亚的国度 透过大魏的宝座而出来 那个宝座 做宝座的人 就是后来的 马特菲一章一节所说的 亚伯兰的后裔 大魏的子孙 原文里实际上都是 亚伯兰的后裔 大魏的后裔 那一位真正做宝座的 基督来建立的神的国 求你保护 求你赐福 看顾我们的盾牌 王的责任是保护百姓 然后受高者是上帝高立 王做王 执行上帝的代理者 作为将来那个真正的王的 一个预表 所以他为他的王祷告 求神赐福于王 然后后面 十节到十一节说 在你愿与住一日 圣死在别处住千年日 宁可在神的殿中 看门不愿在恶人的帐篷里 因为耶和华你是日头 前面十节说了 他的那个价值的判断 他心中所切勿的 他所看重的优先次序 在神的殿中住 在神的愿中 比对比的是在别处 对比的是恶人的帐篷 他所看重的是 在神的愿与 与神的同在 与神的相交 在神的殿中 神的同在 在神的愿与礼拜 与神相交 他所切勿的是 神啊 有什么能够与你 有你的同在 因为你的同在 就是我们的福 你的同在 就是我们的安全 你的同在 就是我们的生命 你的同在 就是我们的祝福 与你相交 就是真正的生命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呢 在别的地方找不到 宁可在你那里 短暂的住一日 也不愿在 别的地方住千日 宁可在你的店中 留在你的店中 也不愿在恶人的帐篷 恶人的帐篷 即便可能很豪华 很宽敞 很舒适 但是那个地方 不是我所切勿的 这是诗人心中的价值 和心所向往 完全表现出了一种 诗人的那种 灵性的状态 也作为一个人 按照他创造和救赎的目的 应该有的状态 我们当时常切勿神 时常切勿与他相交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 是盾牌 是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他也未尝不留下一切 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因为上帝使日头 象征着生命 盾牌保护 赐下恩惠和荣耀 各样的好处 都从神那里来 然后他未尝不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 行动正直的人 不是认为那些 我良心好 我凭着良心行事就行了 行动正直的人 是指信使守约的人 在上帝眼中 看为行动正直的人 不是自以为是 在社会上 我不需要信耶稣 我只要凭良心行 我不短静传两 那样的顶多是在强盗船上 这个少杀两个人 做点好事而已 但是仍然改变不了强盗 在上帝眼中永远达不到 善的标准 因此不能靠着他自己的义 这种行动正直是在神的面前 忠心遵守神话语的人 明白神的话 按着神的话语去行的人 你在哪里能够看到一个 不遵守神的话 偏心己路的人 能被看为正直的 所有道德的终极的标准 都是从神那里来的 所有的道德 如果跟神没关系 就不能成为道德 不能成为德 对不对 所以这个行动正直的人 是在神的面前 诚诚实实尊心他话语的人 无论在人前还是在人后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心存诚实 正直行事的人 忠心尊心神话语的人 所以这个诗人 他切切地渴慕 仰望赞美神的信实 神的慈爱 他所切勿的 也是神的愿语 神的殿与神相交 他赞美神的保护 赞美神赐生命 恩惠荣耀 以及神对那些 在他面前忠心 行他道德人的祝福 没有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好处是神的赏赐 好处不是行动正直的人 配得应得的工价 行动正直是我们当今的本分 即便我们行了完全 也没有任何功劳 更何况我们在地上 努力行完全 也达不到百分之百完全 但是我们要向着完全去追求 所以这个赏赐 不是对我们的功劳的这种报应 而是完全神的恩赐 上帝愿意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就像一个父母似的 虽然都诸多的孩子 都是自己的孩子 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孩子 但是对于那些听话懂事的孩子 额外偏爱 这个是谁都否认不了的 都是人 你如果做牧师 那些教会里面 那些可慕追求的人 愿意为信仰付出 一切代价去爱神的人 牧师都愿意 保罗说我愿意为他们 将自己交电在上面 这种心情是牧者都有的 作为一个父母一样 自己的孩子 虽然说都一样 那都是骗人的 人心里面总有这个 有偏爱的那个 偏爱那些听话的 懂事的 虽然那个挑皮捣蛋的孩子 自己担心牵挂的更多 但是真爱的话 都是爱喜欢那些 听话顺服的孩子 你不也一样吗 你交朋友 你三个朋友里面 有一个人就是天天跟你 耍小聪明 然后没一个正格的 天天说谎 然后有便宜全占 然后有什么 你有事的时候 他连帮都不帮等等 那样的朋友 你真的是把他当铁哥们 或者是闺蜜来看吗 是不是 时间久了的话 你也会分辨吧 两个朋友 谁是真朋友 谁是假朋友 不心里有数吗 对不对 都一样 人都一样 上帝 我们这种里面 善悟判断 虽然我们人是有一定的 自私的这个因素 上帝也一样 你仔细读经 同样神的儿女 神喜悦那些 爱那些 更疼爱那些顺从的人 喜悦 上帝拯救罪人 是单方面因为他爱我们 但是那些 有了我的命令去遵守的人 我就爱他 同样两个基督徒 一个经常犯罪 上帝对他的爱 是那无条件的爱 当然是爱了 但是同样 一个听话顺命的 上帝对他的爱 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不是公平不公平的 上帝也是具有人格的 我们不要以为 上帝好像不分辨是非的是 既然爱都一样 所以爱你是这个一百 爱他也是一百 管他两个人 这个听话不听话 不是那样的 圣经里面 我们常常反映 看到有一些人 是真的是蒙上帝特别爱的 那同样王 历代志里面 历王记里面 记载那些犹大王 有些王 他敬畏的程度和不一样 分明上帝对他的评价也不一样 为什么对大卫评价那么高 不只是预表基督的问题 他凡事要遵纪神的旨 虽然他生命当中有 重要的致命的 可怕的软弱和跌倒和瑕疵 但是他他在神的面前 时常敏锐于神的旨意 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 甚至付上沉重的代价 去遵行神的旨意 甚至对自己的罪悔改的时候 就痛恰痛 思痛的去悔改 你说上帝能不爱他吗 我们不是谈功劳 我们是谈恩约里面 对顺命的儿女 合乎神心意的儿女 和吊铛铛悖逆的儿女 上帝的心情 你看赫西亚书 那是神所爱的以色列百姓 不错 结局是上帝永远不改变的爱 但是神的爱的爱的痛苦 就像爱那个妓女一样 三番五次的朝三暮四的背叛 上帝所有赐福的 他就给小三 上帝赐福给他的 无花果饼葡萄酒 那都是神的赐福 他就给小三 拿去供偶像 他不去敬拜神 所以上帝爱的 就像那个和西亚似的 爱他的妻子 但是爱的很辛苦很痛 所以你不要随意的滥用神的爱 因此呢 我们在这里 我们看到 诗人在这里 给我们展现了一个 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 他心中所切勿 他所爱慕的 所思想的 就是神自己 神与神相交 神的同在 然后依靠神 祷告神 赞美神 渴望神的同在 宁可住茅草屋 有耶稣同在 也不愿住宫殿 失去神的同在 这个价值 今天基督徒非常缺少 今天基督徒 只要给你一千万 宁可否认基督的人 可能一批一批的 不用一千万 可能一百万 不用说一百万 十万可能就 十万也多了 其实几万块钱 几百块钱 实际上就可以否认主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真的 求主怜悯我们 这里面其实告诉我们 一个人 作为信仰人也好 神的儿女 敬前人 如何在神的面前生活 我们在地上 可能是个平凡的人 但是我们都是朝圣者 作为神的儿女 应该切募神的殿 切募神的愿 渴望神的同在 渴望与神相交 渴望礼拜神 为这礼拜 我所走的所有的路程 付上的所有的代价 不再成为艰辛 不再成为抱怨 反而在寻求神的路上 所遇到的一切的艰辛 都成为甘甜 因为你心中所切募的是 快点见到他 虽然今天礼拜的意义 不只是在圣殿里面 而是在我延伸到圣殿之外 但是今天也不等于说 哎呀我自己在家祷告了 好像礼拜天 我自己在家礼拜 然后我就不去教会了 这种人基本上是 不太可能过好信仰生活 忽视公礼拜的人 因为公礼拜也是神的命令 忽视公礼拜的人 往往也是实际上 对神不是很敬畏的人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我私礼拜就代替公礼拜 所以我不会说 你大家你不远亲 你来礼拜的这个路上 可以包含在这个经文的应用里面 但是不全部 包括你今天在周中的 礼拜的时间之外的 周一周二周四周六 你如何去过 你心里面是不是尊神伟大 切勿他 这个很重要 在现代的社会 单凭三五日礼拜 是不足够的 更何况那些 礼拜天一天来 稀里糊涂听一下 草草寥寥来 做个礼拜 打个锚 完成点基督徒 麻痹一下自己的良心 我做了礼拜 然后在教会里面 心思就散乱到别的地方 出了教堂 然后心思马上就回归正常 回归自己的本位 他们的心不是本位 在神的面前 他们的本位是在世界上 因为他们心中 所关注的焦点 都是在世界上 根本不是神 偶尔到神的领 拜拜 所以暗存在本身 应该是神的电 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是神的电 我们应该时常 切勿议 时常思绪 应该在神的领 那你说我应该 怎么生活 这是一种训练 朝圣的训练 昼夜思想 夜恶化 不是说我做着 危险的工作 我就在想神的事 分神 不是意思 我们时常心里 切勿议 活在神的面前 可勿议 虽然他还没到殿里 但是他切切 渴望西安大道 心中向往着神的愿意 渴望与神交通 渴望见到神的面 这种状态的人 时常爱父的心的人 而不是爱世界的人 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最后 万君之夜华 依靠你的人 便为有福 什么叫依靠你的人 不是那些有了困难 只是祷告祷告主 教会帮我祷告一下 哎呀 好好 当然这个要祷告 这个没有什么毛病 应该祷告 总比靠自己 想着让弟兄姐妹 帮祷告都不祷告 但是我是说 依靠不只是 我们有问题的时候 才依靠 依靠是我这个人存在 本身我就依靠他 我这种存在 离开神 我心里面就没有喜乐 没有真正的满足 给我全天下 失去了神 我也满足不了 我也快乐不了 我也发现不到什么 意义和价值 我这个人存在 本身依靠神 我靠他而存在 我靠他而活 我将来要到他那里去 为他而活 这种依靠 不只是 哎呀 我今天病了依靠神 哎呀 我这个出了个故障 依靠神 那也是依靠 但是比起那些 外在周边的 解决具体的问题 的依靠 更重要的是 即便平安的时候 无事的时候 我这个人 没有神的交通 礼拜 神的同在 意识不到这种 我心里就得不到 真正的满足和喜乐 这种依靠 才是真正的依靠 因着这种依靠 生活当中 发生了事情的时候 带到神的面前 交托 依靠神 所以弟兄姊妹 盼望我们要铭记 我们都是朝圣者 我们都是向着 那个幕后的 最终基督再临时 要带给我们的 那个至圣所 虽然我们的身份 已经在那里 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上了 像哥罗西书里面 所说的 但是我们真正实现 那个承受产业 我们将进入到 神的国里面 与神见面 去敬拜祂的那个日子 我们应该时常私慕 就像新娘 等候新郎的迎娶一样 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 圣经启示的 我们已经许配给基督了 基督已经 已经聘了我们 将圣灵赐给我们 证明我们是属他的 但是我们在等候祂迎娶 将来在迎娶的 所谓的高扬的会议里面 与祂相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等基督再临 我们身体复活的时候 才实现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是享受这个世上玩耍 沉浸在世界 只要闹个闹钟 到时候提醒我一下 不 时时刻刻在世上工作的时候 征战的时候 享受的时候 仍然切勿着那个日子到来 我们有没有这种状态 求主联名我们 将这样的心赐给我们 使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切勿他 可想他 渴望他的同在 渴望与他的相交 我的心肠 我的肉体 我的整个人 我的全存在 要仰望 渴慕 依靠 耶和华 这样的人 才是有福的 就像诗篇 序言 第一篇里面 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虽然经历各样的失恋 但仍然不枯干 按时候结果 愿神 将这样的恩典 赐给我们在座的 每一个弟兄姐妹 无论是年老的 中年的 还是年轻的 求主怜悯我们 与我们同在 我们将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